大家好,这里维维,本攻略是近战攻略,不涉及到跨大区域的跑酷 例如不会跨过许愿区进入卡利亚城寨,这种跨区域的跑酷不会出现 但并不是说近战就要受苦,老贼还是给近战留下了开局讨课的 我将本期给大家进行一一演示 为了照顾键盘玩家,先教大家一下键盘设置 进入这种系统设置之后,然后在这里把控制器给切换成键鼠 我们进入游戏以后,它的说明开下面,就是键鼠说明了 游戏中的所有操作说明也都变成了键盘说明 这样可以有利于键盘玩家进行游戏 有些战绩有两个不同的姿态,就拿太刀来讲 按轻机有一个横扫,按重机有一个下皮,刚掉针了 但是我们如果用键盘的话,键盘它只带一个默认的战机 也就是在这里,战机它只是一个shift加左键 所以说只能触发一个战机,这里我们就需要调节一下键盘 它只有这个,一个重机的战机,我们这时候要调节一下键盘 在键盘设置这里,在这里我建议把重攻击换成鼠标右键 把防御,大家选一个自己喜欢的,我就建议用out键加鼠标左键就是防御了 然后把战机这里给移除 然后为战机键专门匹配一个鼠标按键 我这里选择control 这里的话我们以后就用战机就可以通过control加轻攻击加重攻击 就有两个战机了,两个不同姿态啊 现在这是鼠标左键是轻攻击,鼠标右键是重攻击 鼠标中键是锁定,鼠标中键是锁定 然后我们按照control就可以加鼠标 左键就是一个轻攻击的战会姿态 加右键就是另外一个战会姿态 所以说在设定键盘这里,我建议大家像我这样设置 开局我们选择流浪骑士啊 因为我们是近战嘛 流浪骑士的近战性价比最高 所以我们就流浪骑士提醒选择B 名字我们就VV VV流 就是VV流浪骑士的意思 然后遗物选择使剑钥匙啊 外貌选择一个我固有的吧 啊,选择一个这个 反正也看不着脸,随便选一下 开始 这个金光应该就是赐福的颜色 在并且说一故 这 вел across一位 大陆刻是英雄 我们在家 在幼猎 在幽怒 在幻怒 中的地员 是 我可以 现在 Queen Marika the Eternal 没有找到哪儿 在夜的黑暗 Godwin the Golden 第一次死了 快速 生命的奴障 魔王的予 奴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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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量 刺激 刺激 一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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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少女菲亚,太白了 好像每个人都有个刺服,基本上都在胸口左右或者画的中间偏移的方向 只有获得赐福的人才能成就伟大 所以,赐福他这不就来了吗 我们就得到了一点赐福 哎,果然呐,富人靠科技,穷逼靠变,靠变异啊 本来不想说了,最后还是实事求是吧 我们就是靠赐福变异才行啊 我们靠赐福变异,登上二灯之王啊,宝座 法环姿态 好,我们先拿道具 这个道具就是可以写信息的,可以在地上写信息 能够写下信息存不到其他世界啊 对了,开完这个门,把脸露出来给大家看看 要不然,也就是现在给大家看看脸了,以后可能怎么讲 都没有机会露脸了,这个也去掉 嗯,小猫娘,脸上还有小猫,小猫爪 白毛,算是所有人的执念啊 我玩什么游戏都喜欢白毛,但是我更喜欢好客啊 这次之所以没捏一个浑身绿,我的好客啊 可能就是这个世界不如黑魂那么绝望吧 给了我一次美感 起码死眠少女给了我一点点美感 诶,来,冲他比个姿势 哈喽 欧耶,竟然没有欧耶住他 露脸的机会不多啊,看到我们一身白毛 白毛出现 哦,马蹄,福瑞,福瑞控的福利 右手有结婚戒指 还是黑丝的靴子 很多人都说这大老婆 但是人家无名纸上已经有戒指了 不是,这么一想是不是感觉有点更刺激了 诶,有戒指,有戒指岂不是更好 嗯 嗯 初成点醒来 灰烬木地醒来 这是白皮 不是那红皮 那个是蓝皮 这个就是新手指引 让我们在这里跳下去 学习一个姿势可以 走你 走你 后边这里没什么过 没什么东西我都探索过 好嘞 赐福 可以回血 可以记忆法术 还可以调整背包 都可以在赐福这里用 拿到小刀之后 还可以学习战灰 这个记忆就是记忆法术用的 这里就算是新手教程官了 都是新手的教学 大家可以仔细看看 如果第一次玩的话 玩近战一定要习惯的 三个攻击方式 一个就是刚才我这种跳劈 对 第二种就是防守反击 第三种就是蓄力 近战一定要习惯这 怎么 我一翻滚 他就出现教学提示 平时用的比较多的 就是跳劈跟防守反击了 防守反击的时候 待会正式打的时候演示一下 把这里先让大家多看一下跳劈 通常很多怪都是一个跳劈 接两个攻击都会破防 像这个也就是说 把他们的韧性给打掉 或者驾驶条给打掉 一二好喝了 然后一个处决 新手存的大概都这样 你要是换地图了就不一样了 或者是你换武器了也不一样了 越重的武器 消刃的功能越高 也就是打掉驾驶条的 效果越好 尽量习惯跳劈 跳劈可以先锁定 再跳劈 也可以在跳的时候再锁定 都一样按照自己的习惯来 像这种持盾的 如果他挡住的话 下击我们就停一下 变成一个快慢刀的方式去打他们 也就是说前两刀他中了 第三刀他防住了 第四刀我们就停一下 这是两个不同的战绩啊 刚才我之前用键盘的教学说过 怎么用键盘发动两个不同准备姿势的战绩 我们这个剑的就是 按照轻击跟重击之后的战绩就是不一样的 通常潜行我们 怎么说用的不是很多 刚才想绕背啊 没有绕过去 他没把屁股给咱们 这里就是将这个失去平衡了 其实就是跳劈的 这些小怪很少有这种一个跳劈 就让他们失去韧性的 很少很少 通常都是一个跳劈加两个轻攻击 或者一个跳劈加一个重攻击才可以 下面就是演示一下打精英怪跳劈 判断好距离 好跳劈 Game Over 其实判断好距离 进行提前蓄力 然后等他冲过来 正好蓄力结束 一个蓄力攻击也行 但是跳劈相比较的人 更容易入手 更容易上手一些 就是注意一定要长好距离 因为有些时候你要是离得太近 你一个跳劈可能被他从空中把你给搞下来 就像棒球一样 你就是那个棒球 你蹦起来了 他一棍子 帮你鱼鱼飞了 好我们赐福 右边这个雾门就是新手常用的四件套 但是我们不去啊 前面我们会拿到两个跟联机有关的道具 一个是让人来 一个是让人走 基本上就这两个功能 然后我们坐电梯上去 我突然想到刚才看开头的时候 他说你带的 英文里边的带的 为什么跟爸爸这么像 是不是有什么渊源 前方就是我一个比较喜欢的开门方式 雪原式开门 蹲着打屁股 做个蹲起 走你 然后我们就进入新手村的初始地点了 也是我第一个讨厌的NPC 也不能说第一个讨厌 应该说第一个NPC看到的是他 而且他的性格还不招人喜欢 这个赐福有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也就是大概给我们的指引 指引我们大概往哪个方向走 跟他聊天主要就是三件事 第一件事他说我们没有女巫 没有女巫很悲哀 第二件事就是在赐福这里 我们可以恢复 还可以给我们以指引方向 第三件事就是说了一些 史德维尔城的一些情报 让我们去史德维尔城 做一些事情 稍微看他一下 我这里稍微点了一下 因为他说的这些内容 其实并不是很重要 你看他行动戒指又老又丑 明显的对人家不待见 但是他本身戴一个面具 也是遮遮挡挡的 不够 这里我们又给拿到一个多人连击道具 稍微看一下吧 像一个弹弓 我小时候玩弹弓大概就这形状 那两个小叉叉头弄一个皮筋就能射人 前面这个羊看到打一下 他掉的瘦小推骨我们可以做弓箭用 做弩箭做弓箭非常好 而且掉率 一般掉率挺高的 这次不知道为什么没出啊 我见了很多号弄这个 这次为什么不出啊 以前打一个掉一个 这里可以拿到一个二级卢恩 也就是说给我们400魂 前边就是游戏中特有的流浪商人了 我感觉这个商人是所有流浪商人中的老大 因为他的剧情最多啊 有伴郎的 然后还给我们响指 这里可以拿到一级石头锻造武器用 跟他对一下话 在他这里必买的两个 一个是火把 一个是工具袋 我就买工具袋火把都买了 大家如果买的话 可以只买工具袋 不买火把 我买火把主要是以后去山洞里面 照明用 要不然太黑 大家看不清楚 大家可以之后去买便携式台灯 那个比较 比较好用 这些是一些文件啊 讲一些事情的 我们因为提前知道了 所以就不买了 省一点巧签钱 OK 必买的都买了 然后我们就继续下一个路程 做完火之后 不对 做完刺服之后 我们就顺着这个指引 接着往前走啊 就能见到我们的大老婆 也就是说我们的那个马皮 我们的灵马 灵马才是我们的大老婆啊 那个其他的都不会永远陪伴我们 只有大老婆对我们不离不弃 还是啊 练习跳皮 走 这是一个错误演示 就是离太远了 平时他他们掉了那个剑 哎 这个要打一下 亮的骷髅都给一个一级的卢恩 二百经验呢 不错 我们打他们主要是想要他们的这一套武器啊 他们这套武器对我们都挺有用的 其实 这是一个出血飞刀 竟然没掉 平时在这里起码可以掉一个头 三个人起码可以掉一个 这个号 好黑啊 掉 哎呀还没有掉五个弩剑 这号运气不好啊 突然间有一些不 不 是不是不祥的预感啊 我平时从这里杀两个杀过来 起码凑足了一到两件 给我一个 走 再一个跳皮 然后带走 像这个就是快门刀 它仿住了 我们就稍微顿一下 看到前面那墓碑了吗 不是 那个叫石塔 我们像这种灰色都代表没开地图呢 一般地图碎片都在石塔这里 只要我们从石塔附近捡到地图碎片 这里就把地图打开了 看到没 那石塔旁边就是地图碎片 先搞一个 给我们一个配件吧 把你的盾给我 又是弄件 好 我们就把当前地图给打开了 给我们你的剑也行 你的枪也行 没给 这里是一个大剑 是一个重剑 但是我们当前力量拿不了 但是这个游戏特点就是 如果力量不达标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双持 你看我们现在力量不达标 左下角是个小红叉 但是双持 双持之后就达标了 双持可以加成自身1.5倍的力量 我们因为它距离不是很多 所以说双持之后就符合力量标准了 但是我们现在不用它 下面就是见到给我们灵马的大老婆了 他主要是跟我们做一笔交易 就是我们现在没有女巫帮助我们进步嘛 不能够取得进步 他就是说他通过帮我们进步 也就是帮我们升级 然后让我们带他到黄金树的脚下 算是一个交易吧 以交易认识 但是在这个破碎的世界 功利一点 也很正常 显缘行吧老婆 我给你一个交易 你听到的双持人吗 他们依然有两个双持人 但是你 我恐怕 我可以玩的双持人 如果刚才点了拒绝的话 以后可以通过做赐福再次统一 所以说不要担心 我们用了马哨子就能召唤马皮了 托里特 托里特才是我们永远的伴侣 我们在这里退出来啊 然后传回爱雷教堂 就能够拿到召唤灵跟三只野狼了 传回我们这个爱雷教堂 也就是刚开始从买火把跟工具袋的那里 哦二老婆 手控扶令啊 二老婆手控扶令 拿到召唤灵 拿到狸群的野狗 然后还能跟他对话 但是他感觉现在看不上现在的我们啊 说的话有点高高在上啊 我们做个赐福就继续我们的近战之旅 我们通过大地图从爱雷教堂传回了这个关卡前方 把我们包裹设置一下 然后把绿皮设置到一个暗三角的这个快捷栏这里 这样的话 红皮跟马哨可以切换自然 然后在这里打一打他们的装备 顺便熬一小点点经验 先从左侧清理 右侧清理都可以 还是照样的啊 抓紧时机跳劈 抓住时机跳劈 如果利用身位插 像咱们站在高处 它们在低处 有些时候吧 它们会往上爬 它们往上爬的瞬间是没有那个防御的 我们可以趁机它往上爬的时候 对它进行跳劈 比如说如果我们看到这些怪 我们可以先占领一个高点 等着它爬上来 也是一个跳劈 然后直接硬刚 因为我们现在离着复活点非常近啊 所以说打他们就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自己的攻击方式 就是攻击习惯 这里拿到一个前妻的小神器 简直就是前妻之神啊 出血效果杠杠的 而且还能破盾 也不能破盾 就是它是可以绕过盾机 绕过盾防 这个就是他们的队长 我们先不理他 我们先打左边这些小怪 哇 怎么一件都不掉啊 这什么运气啊 拉过来一个 等它下来 等它下来的时候也可以进行攻击 看到没 它下来的时候会有一个下蹲的动作 他们有这种高低差的时候 都会 给我们攻击机会 拿到一个B甲 但是B甲的属性好像比咱们这个 有的比咱们高 有的比咱们低 我印象中 也就是说 如果有B甲的话 还是使咱们自己的 好 趁机攻击 不要把它打下去 快点 打下去了 打下去之后再跳B就不是很容易了 硬忙死它 反正咱们离家近 然后这里有一个 算是一个小小小地牢 小地道里边可以拿到一个战绩风暴族 然后可以拿到一个小刀 小刀就是可以让我们在赐福地 给自己上战回的 拿到西小刀骨了 这个可以做弓箭的 我们以后如果 战士其实对远程比较依赖的 如果有远程比较好的武器 战士也会变得非常舒服 特别是你如果弓箭多的话 你甚至可以直接把大树守卫给射死 OK就这两个 我们看看我们那个手是不是比咱们 对差不太多 但是韧性强度要高一些 别的都没有拿到 这次的运气非常差 大家应该不会运气比我还差吧 只拿到一个没什么用的手 如果能拿到一副就好了 先不打他们 先去边上把那两个 记得还有两到三个 把他们也杀一下 说不定可以掉呢 如果能掉他们的统盾就更棒了 如果实在没有 大家可以刷刷 我如果打一圈没有的话 我就不硬刷了 但是他们的统盾 确实是前期小神器 后面还有 重过去 下落屁立屁滑山 走你 坏了 又得吃一件 直接按得太猛了 应该剩最後兩 最后三个 这里还有一个 这里还有两个 他旁边还有一个 左边应该还有一个 一技石 那是一技石 一技石可以做照明使用 哦给了一个断道石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两个一级断道石了 把我们的武器升到三级 需要十二个一级断道石 我们现在有两个了 还差十个 这是吹号的 也就是他一吹号 所有人就过来了 我们如果有重武器可以利用销刃打这个队长 如果像这种轻武器 就绕屁屁吧 但是他有的时候他敏捷比较高啊 有的时候绕屁屁 你虽然说攻击动作出现了 但是扎不到他屁屁 这次扎到了 然后加一个起身 冲过来了 对了 那个在他迟钝的时候不要跳劈他 因为他也会防御反击 你看这个就是 虽然说出现被刺动作了 但是被他逃掉了 注意注意 务必他持盾的时候不要用跳劈打他 因为他也会防反 我们以跳劈就会被他防反给戳死 好 干死 哇 什么都不掉 嗯 诶 这不有光吗 怎么没浪 哦 哦 我的光没了 好 我们接着往前走吧 站个伺服点去 大家可以多刷刷这个区域 熟悉一下手感 然后顺便刷刷小红铜盾 小黄铜盾 还有他们这是装备 我们去捡一些鹿滴跟 跟那个狂金种子 因为我们现在血皮太少 而且单个血皮加的量也太少 我们拿了鹿滴可以升级 我们加红蓝的总量 然后种子可以让我们血皮变多 让他们招备招备 前面是一个小决心 小决心对我们前期来说 对我们这个流派用处不是很大 如果用法石的话 用处就比较大了 哎呦 跑得还挺快 还挺会跑 哦 被群殴了 正好给大家演示一下 群殴怎么办 打群家的时候就 关键就是不要锁定 然后看看大概他们的站位 往他们两个攻击 往他们两个中间攻击 就能够两个都能砍到 OK 就像这样 打败群体我们可以回红蓝啊 有个骑马的 骑马的要么跳皮 要么蓄力 我们之前演示过跳皮 这把蓄力 基本上就联系蓄力斩 就可以打他的摘位 OK 掉下来了 然后一个处决 你如果是轻攻击的话 是打不到他这个摘位的 摘位 不能这么说 就是他没有这个后仰 好 下面前面有岔路了 我们要走左边 这个要顺着道往上走 对 那么走 那么走的话 我们去那个玛丽卡 玛丽玛丽玛丽三教堂 哎 等会有200块钱 这个骷髅 如果我们骑马的话 可以马把它踩碎 然后直接按三角就能捡起来 如果我们没骑马的话 要用我的键砍一下 哎 再招备一下 然后顺便开一个刺服点 前面就是一个刺服 这里快进一下 然后我们开这片区域的地图 你看到小塔了吗 地图碎片就在小塔那里 但是我们从上面绕一下 上面这里绕一下之后 我们可以正好去教堂 如果你直接去那开图的话 就不经过教堂了 左上方那里有个NPC直线 我们先不做直线任务 我们到最后 如果是特别优质 性价比特别高的直线 我们做一下 像这种性价比不是很高的 我们最后统一走一波 或者是在节点之前走一下 像这种红色的分金龟 就属于加红皮的 如果你现在红皮不够了 就可以干一下 像那种蓝色的 就是加蓝皮的 跑得还挺快 打他们的时候 尽量骑马打 不要像我这样光着腿打 光腿打 我们腿太短了 在教堂里面 把滴鹿跟林奥平都拿了 紫色的一个 白色的一个 看到没 这两个小点点都拿了 拿完之后 我们就顺着那个方向 我们就去取碎片了 去取地图碎片了 哦 刚才点不开 因为在交战中 把这个点去掉 定下方向 就去那里 我们去这个方向之前 先开一个地下景 地下景不需要下去 只需要进一下之后 就会在图标标注出来啊 然后这里有三个地方就走完了 四个地方 教堂 地下景 碎片 然后还有一个废墟 废墟去建一个NPC 待会拿强力武器 那个NPC 是主攻手 我们就在旁边喊加油就行 像这个银色的小树 它会出现脚印啊 会出现一个黄色小骷髅 下面有脚印 带我们去一个附近的一个小副本 我们因为知道小副本在哪 所以就不点他了 从这逛一下 出现西弗拉格口入口井 这几个字我们就能在大体株中看到他了 如果你不从这走一下 是看不到他了 OK 把这个架了 这些熊不给他们打 没有好东西 还硬 好 我们就把这里都给我打开了 然后我们去这个废墟 那在那个废墟 可以拿到锻造石二级 还有一个卢恩 然后还有一个斧斧斧 用那个斧斧斧 就是加蓄力攻击的 对于近战来说 是一个比较好用的东西 特别是前期 哦 一直打小兽 就没有拿到这个西角兽骨 捡了一个 听到这个狼声吗 这个狼声其实是那NPC伴郎 他叫唤的 在上面 这里大家看一眼 调整一个角度 这里 这里应该能看到 看到了吗 被输业挡到的那里 哎 看到了 他相当强烈啊 而且会自己喝血皮 这个伴郎的支线 就是属于优先做的 因为他总给一些好东西 首先 他会在前期就给我们一个 特别适合近战的一把 嗯 算是重剑 重剑 非常 nice 哎对 这呢 二级 石头 入手 我们现在已经有 两块二级石头了 应该 然后再拿一些 再拿一些一级石头 我们武器就能直接加四了 那个熊在睡觉啊 只要你不把它 四周的睡帘给采摘完毕 它不会行的 好 伏伏伏就拿到手了 地牢里出来后 我们去小黄金树那里 它的树根那里 去拿两个路滴 跟一个战灰 那个战灰 相当搞笑啊 那战灰 等待会打住 给大家看一下 两个路滴 我们收集一下 以后用的到 先听听战灰的声音 它会有那种 嗡嗡 风鸣声 哎 已经听到了 那些红色的 都是给加血皮的 我们现在不是很需要 好 两个都拿到手了 然后我们 转换一下角度 转换一下角度 对这里 右上方有个大石头 我们就顺着这棵树走 就能看到了 哎 左前方看到了没 一个小球球 这个就是我们的 臀部攻击的战灰 用了这个 我们就可以用 臀部攻击任何敌人 坠落阵击 点进来 让大家看一下 相当牛逼的一个 坠落阵击 跳起来 用臀部给予敌人 向下的攻击 帅 然后我们往下走 去开另外一个 狗火 刺服啊 顺便拿一个黄金种子 我们现在 多开一些刺服 跑图 就是为了以后 可以来回传送 更方便一些 以后坐视线的时候 或者拿东西 就不用再跑了 现在先把图都跑了 我们来的路上 我们来的路上 总有人喊 哈尔波 哈尔波 说的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先不上去 我们现在只是 开刺服 然后跑上去 拿我们的 拿我们的种子 黄金种子 黄金种子 好 中刮头 合情合理 然后我们往前面走 前面我们会看到我们一些前辈啊 把他们的供品都留给咱们了 就是等着咱们去拿的 很多前辈啊 给我们留了很多轮 大概的位置就顺着这个海岸线 先把点去掉 顺着海岸线走到桥那里 走到这里 对 但是注意 那个我们前辈 给我们留遗产的地方呢 有狼 有精英狼 精英狼是白色 其他狼是灰色 注意精英狼血比较厚 打的时候小心一点去了 看到没 看到没 看到了吧 很多小盒子 都是我们的前辈 给咱们留的 嗯 这么多 都捡起来 我们前期暂时需要的点数 就足够用了 不能说足够用了 就是暂时可以缓解一下 我们的饥渴 饥渴难耐的心灵 跟身体 先把小狼狼干掉 这个灰色狼 就是普通的小狼 哇哦 哇哦 白色狼就是大狼 就是精英狼 但是我们无所谓啊 我们就硬 我们就硬扛硬莽就行 因为我们现在水平够 二就是我们离 下一个次步点相当近 不用担心啊 好 这里的几个小盒子捡了 这还没捡 四级卢恩 大卢恩 竟然一个骨头都不掉 一级卢恩 小卢恩 还有一个 这边没有了 右手边还有一个 看看啊 嗯干净了 干干净净 把这个剪了 OK一个二级轮 我们现在身上两千多 加上我们卖的这些 给我们生好好多好多好多几了 但是不着急啊 一般死不了 因为我们现在战斗比较少 主要是跑图图 看到左边这桥嘛 会有弩箭 但我们注意冲刺都打不到 轻易打不到 被打的情况非常非常少 实践 OK 就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说的防御反击吧 净用跳皮了 防御反击打他们非常好用 找一个比较厉害的 这拿枪的吧 拿枪的用防御反击 好打我 看到没 前期我们防御反击 基本上一下子就能打掉他们的任性 任性清空 来搞我 哎哟 对不起 只要是在我们防住他的那一瞬间 我们会有一个摘位嘛 我们这个摘位期间 按重攻击就成功了 对就成功了 持盾 被攻击 摘位 重攻击 就这个节奏 持盾 被攻击 摘位 重攻击 只要我们被打摘位的那一瞬间 按重攻击就必定成功 哦 清空小弟又给我们 哎呀 给了我们一个破甲 这里会给我们一个二级石头 我记得是 哦 一级石头 记错了 但是数量很 很多 够了够了 然后我们去前面开个刺服 这里的这个半岛先不探索了 开完刺服之后 我们回三教堂 有个东西没拿 然后回爱雷教堂 传送回爱雷教堂之后 跟我们这流浪商人说话 他会问那个狼吼的事 物林森林的狼吼声 我们跟他说完话之后 他会给我们一个动作 详指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动作 详指把那个半狼NPC给召唤下来 但是先装备上 然后我们之前不是在三教堂 忘记拿个东西吗 我们正好传过去 正好传过去 用三教堂 先把那个忘记的东西拿了 不是忘了 是故意留了一个 提醒我 可以再回来 OK 提醒我回来了 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捡的东西还都没有分配呢 没有在篝火处分配呢 之后我们会进行统一分配 把这个响指先给装备上 OK响指装备上了 然后我们去这个 听狼吼声的地方 就直接杀过去了 像这种白色的树 你下马之后跟他对话 他会出现一个黄色的骷髅 NPC一个幻影 然后他脚下会有黄色的脚印 你跟着这个脚印走 就可以到附近的一个副本 但是那副本我们已经去过了 先把这笔记给拿了 上次忘拿笔记了 我们这次顺便可以拿很多东西 还可以去流浪商人那里 把制作笔记也买两本 现在身上这点钱可能不太够 还需要卖点东西 但是我们捡了很多卢纹 足够用了 这里跳过去 在上面 对就是这里 我们要在这里跳过去 因为他会 他跳下来的时候会落在墙那边 他不会落在墙这边 OK 响指 看 多帅啊 帅的一匹 然后跟他说完话之后 他会说他在追杀一个 打了崩巴一个人 然后我们 我们去找到那个打了崩巴之后 他就会帮我们杀那打了崩巴 然后我们就可以拿到打了崩巴的牛逼武器 流浪商人的大概位置在这个小拱拱这里 这小拱拱附近 我们只要走到那个路的小拱拱那里 停下来四周照望一下 就能够看到隐约的火光 因为那个流浪商人 他会生活做饭嘛 晚上冷 所以生活 这里比较近 OK 我们左右张望一下 火光 哦 哦 那里 好 商人 欢迎光临 我照顾你生意来了 还不站起来迎接吗 行吧 主要是买这两本笔记啊 钱不够 没事我们卖点东西 好 我们把两个笔记卖完之后 这个附近这个区域我们就探索完了 暂时也没有我们需要的东西了 所以我们传送到大桥那个赐福点这里 传送过来之后 我们要到这里啊 然后伴郎会帮我们杀戮这个达拉崩巴 他叫什么打普瑞斯叫 他非常好打啊 我们只要保证自己存活 然后先把这个弩剑这个杀一下 他可能我们跑的时候他会干我们 会弄我们菊花 为了保住我们的菊花 我们先弄他的菊花 走吧你 前面有个旋风 左右都可以跳上去 我们往左跳就是打拉崩巴 往右跳是另外一个地方 花是旋风 注意调整角度 往左跳 飞起来 看到那个蓝色的光圈吗 就在那里 蓝色的光圈 对 这里跟他交流对话 无主猎犬的封印间了 先把我们的小印给创没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去了 把这个东西整理一下 因为他的武器是有出血效果的 可能我们这点血量一套就被带走了 OK 半狼 我把 多像我们的法相啊 法相仙徒 我们的法相 如果我们的法相是一只大狼的话 也老帅了 上去先一个战技 然后马上撤 打他就是狗起来 有机会就 嫖两刀 然后上去处决 这样 我们离得有点远 有一丢丢小危险 差点被干掉 再有一刀我们就死了 刚才 看到没 我们如果前期自己来打他 基本上就是被秒的命 好 出局 本来想用战机来的 没有摁出来 忘记我这个盾 还持着盾安全一点吧 狗一波吧 狗一波 好机会 哎呦 哎呀 好丢人呐 我们伴郎兄弟要死呀 我们要出啦 好 很顺利的就赢了 几乎没有费血 你看了吗 只费了一丝血 传送来之后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开局神器 猎犬 猎犬长牙 我们基本上第一张图的所有怪都弱出血 他然后出血55 基本上所有怪都弱 然后还给我们一个失色断道石二级 我们之后会减到一个一级 然后有了二级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失色类的武器都直接强化到二级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断道石碎片 可以把普通类的武器强化到四级 非常nice 然后我们去开这附近的篝火 我们顺着路下去就能够看到篝火 挂这个点主要是怕走错方向 我们这样往下走的时候 左手边可以看到一群人形小怪 就在那群人形小怪的身后 对这群人形小怪 顺着他们走 不要往那点跑了 往那个点只是标注一个大方向 OK 此复点到咯 一直说安装战灰 顺便给大家看一下 没有安装过的 看一下怎么装 装战灰 选择武器我们就默认常见 给他装一个风暴族 然后看看哪个攻击力高就选哪个 我们现在优质好像比普通要低一些 所以说我们就选择普通 OK 红包族就装上了 然后把圣杯瓶也分配一下 主要是增加一次使用次数 还有增加回复量 之后把蓝皮都给切换成红皮 我们暂时用不到蓝皮 以后用到的话再重新分配 OK 最后升下级 我们先把灵桥点到16 差3点 一直旺盛级了 先升一下 我们现在11级了 下一个位置我们来这里 这两个小方方这里 我们在这可以拿到一个魔法卷轴 还有一把武器 我们顺着这个方向 正好拿完魔法卷轴之后 就去再往前走 就是魔法老师那里 我们顺便就能把卷轴给他了 这样比较顺路 如果你是反方向 不是 如果你是正方向推过来的话 你还得往回绕去给老师卷轴 这么反方向走就不用绕了 在对面那个方方台上 上面有个魔法石 我们先优先把魔法石打死 像这种地方都优先打远程 要不然他远程 就很麻烦 咚咚 王室卷轴到手 现在这些小士兵们 我们已经应该已经杀起来 德行应手了 就两个方式 一个弹反 一个跳皮 如果扎堆的话 就无所攻击 因为我们这个武器 是横扫嘛 是横扫攻击 通过无所 可以正好把他们 两个左右吧 都可以扫到 再多我们就逃跑就行了 尽量不要引很多怪啊 好 上来把这个法石给 送他回老家 回去吃席吧 小席吧 走 哎呦呦 弹刀了 我跳 哎呦 完美躲过 把他们引上来吧 这里实在是太凹凸不平了 好 跟他们节奏 看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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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最喜欢你们这种 跳来跳去的军作了 好爱哟 好嗨哟 干脚人生 大道理高潮 我要你们的武器 哎呀 锻造石 不是说锻造石不好啊 是现阶段 我想要他们的全套装备 他们这身装备 他们手中的剑 还有他们手中的盾 我想要这些 他们手中的盾 实在是太好用了 给我你的盾 这什么狗屎运吗 平时我们不选择处决是因为宠决动画时间太长啊 另外就是其实我们同样可以趁他将直的时候两刀带走 何必选择动画更长的处决呢 这样可以提高一些效率 提高一点点效率 前面一个骑马的跟一个拿砍刀的 他们的骑兵大刀也非常好用啊 拿马的刚才说过了 提前蓄力或者是算好距离跳皮都行 谈反也行 但是谈反有些时候他会跑很远 有些时候这些站着的 反而比那个拿马的更让人搞不清 但是基本上也就这样跳皮就行了 或者谈反啊 我我本人比较 我本身比较喜欢跳皮 我总感觉跳皮这种 从从他在脑壳一早砍下来的感觉比较爽 比较帅气 但其实是防守反击更好用一些 不是谈反 我之前说的是防守反击 好拿到这个大中箭 这是一个前期非常好用的武器 可惜没有出血效果 这是他唯一的缺点 没有出血效果 而且是那种刺刺 无痛针灸那种刺刺 我们再开一下大地图 我们要顺着这个方向往前走了 前面会发现一个车队 我们主要是拿那个车队上的东西 而不是跟那个车队纠缠啊 刚才我们就标记好了去魔法老师的这条路线 现在一切都按照完美的计划正在进行 一会儿见到老师要打一个南瓜头 但是也是用防反就行了 并不复杂 来打个招呼 前面就会隐隐约约看到车队了 那个车队的箱子里边有个巨斧啊 名字简单 但是其实挺好用的 我们不用把这个拉大链子的怪给打死啊 只要是削他一刀 只要是削他一刀 换这只 削他一刀 然后哦又坏了被发现了 哇你们这次怎么 你们这次怎么 怎么发现的我呀 我我明明隐藏着骑马过来的 魔法老师就在后边那个废墟那里 刚才隐隐约约看到一抹粉色就在那里面 既然你们发现我了 那我就弄死你们了 先清理小的 这大的他有时候一冲会冲得很远 不用着急 不用捉急 一二三四五六 哇好多好多慢慢来 这种火把剑剑 你有时候算不好距离的话 冲上去马上就会被探到 烫的 很烦 别吹了 早听到了 被发现了已经 哎他们好傻 哎呦 哎呦 我感觉 我说怎么 砍不到呢 我的锁定点 放到那骑鸣身上了 哎 大家碰到这种情况 能跑多远就跑多远 不要像我这种硬刚啊 最好的方法其实是跑开 把仇恨给 降下来 像我这种硬刚 是不可取的 但是我 我为什么就这么恼火呢 我选的硬刚是因为我恼火 大家不要像我这样 被自己的情绪所控制 一定要冷静 冷静 来来来来 你给我冷静下来 冷静下来 好 他他他冷静下来了 冷静吧 冷静 行了 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消灭这些小贵族们了 再重申一遍 大家如果被这种很多很多小怪吹号给包围了 最好的解决方式是起码跑开啊 不要跟他们在这周旋 你要冷静 冷静 不要暴躁 先打这法师 先打你 先打你 叫你吹 吹半天了 我记住你了 你不是叫 消消消消 火把贵族吗 火把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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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剑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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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名士 无名士 好 清干净了 把东西点一下 还剩个拿棋的 我们现在没有血皮了 本来还计划用那些血皮去打南瓜头着 现在没血皮了 先把东西给拿了吧 要不然白费这么多血皮 别走了 别走了 打一下跟剑 拿到我们付出三个血皮 别人努力的战斧 也不知道值不值 本来计划是迅速拿到巨斧之后去拯救魔法老师的 再相当于拿巨斧 然后左侧拯救魔法老师 但计划有变 我们先留一留 我们先去 继续拿一些先贤给咱们留的一些遗产 先贤的遗产 但是还是有白狼守护 所以说 我们忍痛 切掉几只小白狼 就他们 切白狼就不演示了 就在他们前面就守护着这些我们的先前移动的东西 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这个看看我这没有血皮之后变得有多怂啊 有血皮的时候咱们勇猛的一匹 没血皮的时候就怂的一匹 在之前就是直接双持上去猛砍 现在已经不行了 没有血皮 而且三分之二血 血都不全 怂得一匹呦 都不敢跟 精英 这个精英白狼 直接砍他 嗯 嗯 他怎么攻击到的我 嗯 刚才发生了什么 bug吧 明明出现这个盾 仿咚的神隐 为什么还出现 他掉血了 再防一下 算了 不防了 直接 刀带走 只要他 哎呀 刚说只要他不横跳 还是横跳了 行 好嘞 骑着马我们身位高一点啊 可以捡这个前辈们赠予我们的遗产 多大方 都放在他们住宿的旁边 嗯 这个不行 这个没给 最后一个了 仔细看一遍 嗯 最后一个了 然后我们去拿一个黄金鸡爪 黄金鸡爪 黄金鸡爪也是在这个魔法老师这里 而且是我们跑图 非常需要的一个黄金鸡爪 非常需要的东西 他 他的作用就是可以我们打怪的时候增加经验 就在上去 上扁 上扁 上 这里有三个非常弱级的小怪啊 我们 哎 怎么没下马呀 哎呦 忘换了 忘换了 哎呦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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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总结一下我们本期收获在教堂获得了一个一级锻道石 桥这里一个一级锻道石 然后物林这里一个二级锻道石 然后做任务得到了一个二级试色石 这是我目前的一些升级材料 哦对在初级群岛石桥那里还拿到了三块一级锻道石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这期所得了 我们下期就本期就到这里了 大家拜拜拜拜下期再见